大白天,红姓男子在摊位前购买食物 突然出拳,往原警脸上招呼 当场被原警制服 信医区红姓男子酒醉知识影响地方秩序 警方已规划专案前五防治及脱续行为 31日下午,红元复英酒饮发作 尽意图归权攻击原警,幸未成伤 警方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依法受办 证明红姓男子日前被邻居控诉 两年来不断攻击邻居 只要一喝醉,就会上演脱续行为 被他烧耳的人,还特别成立自救会 透过手机软体,通报他出没地点 以免又遭到攻击 因此警方每天派出12名远警 只要他一出门,就轮流借户 很多次了,他常常进出派出所 之前这边有人联署 联署要他去强制那个 他完九之后下午的时候,通常都是他八座的时候 那今天就是他们走在路上 两个远警一前一后的跟着他 结果他突然转身向他后方的远警来攻击 那还好这个警察他随时保持警戒没有受伤 但是像这样的游戏人物还是要非常小心处理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卫生跟设认单位马上介入 那会提早在今天赶快把他送到这一个 两级医院去救医 这项贴身借务工作还实施不到一个月 现在就连远警也遭到攻击 仿佛是一颗不定时炸弹 在我们东信路跟东明路呢 红信男子就长期的就是三不五时 就会来挥打民众 其实民众呢,他们都心里惶惶的 就是怕有一天会被这个红信男子给攻击到 那陈寅在警察局的业务报告也是说 其实并不是由警方警察局来针对这个业务 应该是由我们的社会处跟我们的卫生局 一起来介入 看他是不是要介酒饮还是要做什么样的安置 并不是什么事情都推给警察来办理 那今天呢,我们警察同任呢 也被红信男子给攻击了 那的确,他的确是要来做这个安置的处理 这一回,红信男子挑战公权力 连监护的警方都出手攻击 警方决定将人强制就医 希望用医疗方式戒除他的酒饮 不要再有人担心害怕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 谢谢大家